我给大家跳一个 我还挺像 我先给咱们那个视频点个赞 你信不信 我第一个出来就是咱们那个视频 信不信 哦不是 哎呦呦呦呦呦 这些了 这些了 哎呦 快唱了 从这吧 哎呦 你救我 从翻身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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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是什么 我可以跳 说给你多说一句 说一句 说一句 让我 听到信念 哇 这个可以去 哦很帅 直接跳就可以了 真的很帅 oh baby 听话多说一句 想我就多可以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哈哈哈哈 出击露传 说给你多说一句 说一句 让我 听到信念 你 让我 想奋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们今天不用收拾一下东西了 去旅行需要收拾什么 就收拾一些那个 那个内容产品就好 内容产品是吗 袜子 我还拿着麦片我扭着 买 你是不是没有手和脚 什么东西都得别人帮你拿 别以为自己长得帅就可以让别人帮你拿东西 别以为自己是小鲜肉自己在家里就什么都不用干 不要以为自己又帅又强壮还有肌肉 就可以指挥我干活 快去 我不去 不去玩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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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高点跳 太好 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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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真的出去玩的时候 我才会洗漱 就平时吧 我在家里是不洗头不洗脸的 我去健身房的时候 我棚头垢面的 然后在健身房门口 我说我去锻炼 然后他是 他是我的粉丝 他看到我了 我当时就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一点也不帅 妈妈姐 真的巨丑 就是人不打扮的时候 真的不好看 我想跟着我教练去上拳击课 别了 差不多 咱不能以后 你是不是害怕我家暴 咱不能以后 你是不是害怕我家暴 那不怕 如果我家暴 如果哪天不小心打了你拳 你就可以再玩 再会两个话发视频 说我家暴 其实 其实完全不用发视频 我就觉得 还没有出现可以家暴我的人 我就觉得谁敢 立刻 发视频是我家暴的 我觉得我健身 以前就觉得自己健身 他那天错梦把我打了一顿 以前觉得自己健身 就是是为了健康 强势健康 后来慢慢大了 成熟了才发现 原来自己健身 就是为了防止家暴 第二 就是 打得过小刺 斗得过小刺 就是谁来 就是动手 我都不害怕 最主要的是在外面可以保护我男人 我俩爱开玩笑 就是一直在开玩笑 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在看我们直播的不知道 不知道可能我们在就是我们这样什么就是三多人很爱吹牛 就是你明白吗 就吹着玩 但其实不一定是不是真的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在吹牛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这种关系你们了吗 就是我先星星不是给我自己办了那个星星给我自己办了私教课 他不是去大健身房了吗 然后我的私教课如果是上三天休一天的话还能再上半年 然后这半年我们教练说基本上就OK 我疼你吧 黑眼圈大眼带是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哪有黑眼圈大眼带啊 哎呦那是他拿那个眉笔图的 我没有 那学人家画不过残 我没有 画黑了吗 废话那眉笔能不画黑吗 我都已经擦点了 我都看着了 好吧那说实话吧那是他熬夜熬的 他最近老是 他最近老是熬夜了 他就是他现在有个什么习惯呢 他晚上10点困 11点困 12点精神 12点精神 13点精神 14点精神 小贤心 星猫妈妈 你刚才是说我黑眼圈大眼带还是说我哥 说我我就生气了 生气给谁看啊 生气给谁看 大宇你们俩热闻无名 有病吧 你是不是有病 我不了 这个不不了 你我还忙啊 这个 我要走了 谢谢 辛苦了 我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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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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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这样会把咱们的直播电影弄没了 我不是理解 你不理解你就别说话就行了 就说了 你也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 他刚刚他刚刚袭击了我 刚刚的那个声音是他打了我一巴掌 官方大人他刚打了我一巴掌 我很生气 但是我们秉承着就是正能量的原则 我不回手 我不打他 我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奋斗精神 然后我跟狮子座恰好相反 我最近在健身的时候 我都在想我为什么要花钱找罪手 未来健康 未来让我老婆有更幸福的未来 我说的是在卧室的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是说吗 你不是说他在卧室躺着呢吗 那是官方大人 就我怕官方大人误会我们俩的关系 对呀 他在卧室呢 在卧室呢 我是他弟弟 然后我们俩现在做兄弟直播 对对对对 干嘛 不行 越想越气 退一步 乳性增胜 再退一步 就是气死自己 萌萌姐 你别吓唬我 我本来就胆小 他有他有好几天 他晚上在这打游戏 他不睡觉 我说哎呦 厨房有个人 我说待会他陪你就行了 我说我先睡觉 然后他就不玩了 他就去睡觉 姐姐们 我现在都不敢靠近我 哥 我真的很害怕 你害怕什么 我说 我轻易 我一定不在直播间亲你 因为想亲的时候 不管他在电梯 在车里 还是在 那些说有的没的地方 我就都亲了 我一般不太喜欢 在直播间里亲你 因为咱们刚关小黑屋 你得注意点 因为说 就是 这个话可能不好听 但是我就想说 我希望 我每一次清醒星 都是我 那个眼神和那个状态 对了 而由内向外的一个 自发性的动作 他说的是 他卧室的那个 他老子 我真的觉得心情很幸福 我真的很为我嫂子感动 哥 我真的 我希望每一次的 好羡慕 每一次的举动 都是发的内心 每一次的举动 都是 我希望的那个样子 那我就可以记得住 我平时也觉得 就是以我们新嫂为荣 就是嫂子 他就是平时 把家里打理得 井井 那倒也没有 井井 那倒也没有 弟弟 那倒也没有 你嫂子没这么优秀 还行吧 我觉得有 就是你看我嫂子这个人吧 他平时带人温和 谦逊 嫂子把他睡觉打呼了 吓人 打起呼噜来 自己都能给自己强性 我嫂子带人温和 我拉拉票吧 家里边 我拉拉票 我嫂子带人温和 谦逊有礼 然后 他平时呢 为人善良 而且 善解 善解人意 他平时 我说六个人 家里边 五十六个人 他平时 积极上进 乐观向上 他平时 活泼开朗 然后爱健身 然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行 再夸看你哥 我哥福气真有福啊 太有福气了 找着我们猩猩嗓子这种 这么 PORFECT的 包衣 你嫂子 你哥要是有福 你哥就是 那个 肉肉的媳妇有福 你哥是有福 是不是不在那 啊 肉肉的对象有福 你哥有福是有福在那了 你哥其他地方都还好 刚刚那个人说 老男人没有做做的软男 有竞争力 你说错了一句话 老男人没有什么 做做的软男 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做做的软男 软男是什么意思 就是爱撒娇的那种 软软的男生 就是你说错了 你说错了三点 其次呢 我也是老男人 第二 我不是软男 就是我很 因为我很刚巧 第四 不是他刚刚那个老男人 是醒过我的吗 不是说我的 第四 我不做做 我平时就这样 咱你们跟我没相处 你相处时间久 你就知道 我平时就这样 对吧 我现在 新生对待每一个朋友 都很仗义 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对 根本就没有 搭响那样 怎么上到1080 不知道 哎呀 怎么这个时候又过百了 这个小布丽肯定是 这是 肯定是就与他们家的 是吗 这是 不 这是咱们家的姐姐 是咱们家的姐姐吗 肯定是咱们家的姐姐 我 我的 小布丽是咱们家的姐姐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可能是两边都都有关注了 我们还小时候不过百 不过百 我们就不用做枪罚了 OK OK 卖 然后最后 我们还小时候不过百 我们就不用做枪罚了 突然出现 我刚刚看到 还是99的 然后突然 突然出现 送了两个人 突然上票 我背吧 我背 我可以的 我是念在脑子里的 鸡鸡赴鸡鸡 木兰当不知 不闻鸡柱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所意 昨日见军贴 可汗大典兵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二爷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 愿为山马 从此替爷争 东时买骏马 西时买安街 南时买背头 北时买长边 但思爷娘去 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换女生 但闻黄河流水明渐渐 但思黄河去 目宿黑山头 不闻爷娘换女生 但闻烟沙 继名啾啾 万里富蓉基 关山杜若飞 朔气传金拓 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 天子作名堂 册封十二卷 赏赐百千墙 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上书了 怨慈千里卒 宋儿还故乡 爹娘文女来 出国乡福江 阿子文妹买 当户李红庄 小弟文子来 磨刀后后像猪羊 开我东阁门 坐我戏隔床 拖我战士袍 走我救食伤 当床里云病 对镜天花黄 出门见伙伴 伙伴接金莽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狼 熊兔脚孤朔 瓷兔眼眯离 双兔帮地走 安能辩无是凶此 我都没想到你能备下来 你也太棒了吧 你去救我吧 不行不行 去救我吧 进播了 进播了宝宝不行 请你救我吧 真不行 让嫂子亲亲你吧 把嫂子叫出来 嫂子亲亲爸爸 醒醒嫂子 过来亲一下我哥吧 没脱 我嫂子 走吧嫂子 嫂子的嫂子怎么样 不知道 嫂子的嫂子怎么有点 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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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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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平了 居然在镜头外面 她会落经了 不行会被进播的 听起来像个老嫂子 听起来像个老嫂子 扶了这个老六来 我扶了你个老六来 扶了你看他嫂子 星星真的如果现实中你跟他深究 就是你跟他多见过几次面 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仗义 很实在 就是 而且很体贴朋友 就各方面都 就不是 不是很成熟 很稳重的一个人 还行吧 就是其实 真的真的 我是真的这么觉得 因为好多时候发生一些事情 我都习惯性的 就是去给星星打电话 那我就觉得 everything 只有星星的帮 帮我摆平一切 everything 难关 everything I can 解决eat eat 那天我们去小麦岛 然后拿了一盒小番茄 然后他很想吃 但是不小心被我全打翻了 在草地上 他当场就哭了 我看董哥都吓死了 他当场就哭了 然后董哥吓死了 董哥说 那个去给他洗洗吧 然后我们当时拿了 那个纯净水嘛 然后他说 要不用纯净水 给他洗了吧 然后就没有遇到 我就想 没事哭一会就不哭了 哈哈哈哈 没事哭一会就不哭了 哭不过一分呢 然后结果待会 他就不哭了 然后我就用纸 给他擦了两个 他吃了 他就不哭了 哈哈哈哈 有点丢人的家 但是 我告诉你们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哭 那个 那个 因为我们本来去露营 就要拿很多东西 然后那个蕃茄 其实不太好带 但是我出门之前 我特别想吃那个蕃茄 然后就洗洗了 那为什么不在路上吃 洗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一直带着那个蕃茄 然后我们要去露营的时候 我们要走 就是20分钟的路 才能走到那个露营的那个山坡 20分钟的这个过程 他都拿着那个蕃茄 我怕 他就觉得他付出劳动了 不是 不是那个蕃茄 是因为我特别想吃那个蕃茄 他就想着他付出了这些劳动 他就想在小麦党上 舒舒服服的 坐在草坪上 看个大海 然后去吃那个小蕃茄 但是不小心被我全都打饭了 然后就哭了 我为什么不放在那个车子上 我就是怕蕃茄在车子上撒掉了 因为那个盒子松嘛 我就全程 我是用手杖拖着它 一个手打着伞 因为我紫外线过敏 不能晒开 我一手打着伞 一手拖着我的饭茄 我走上去的 他说他要喂我一个 我说哥你不用喂我 我自己吃就行 然后我们就在推荡的过程中 不小心的把那个盒子打翻了 我说我不用你喂我 我自己能吃 他非得要喂我 他非要喂我 然后给我全打散了 我当时我那个火 我就冲 我能 就冲到 弄到脑干了 脑干 我当时我想 我说我能动什么 我不能动手 我因为我手劲太大了 我觉得我要动手打一个人 这个人只不死就惨 我就控制住了 我说我不能打他 那怎么办 我就憋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哭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是你们 你们可能也会很难过 因为你们吃不上那个番茄 真的很难过 我从家里拖着 到那个录影的地方呢 请问怎么取消关注 你就没有关注 不用取消 是不是 你会转到他 你们收了他一架飞机票 是你是不是会吃 真的七次了 我不能想 我一想 我现在都能想起了 我当时的感受 你说 我说了 我自己吃 她非得要喂我 你说 你在外边 你喂啥 咱们自己就能吃的东西 她 因为她想 就是故意 气抖干干 就是他想故意气走人 他想拿那个番茄故意喂我 他就喂完我以后 他会问一句嘎嘎 羡慕吗 甜甜的爱情 你羡慕吗 就官方 我不是说他跟我有爱情 他是跟我们嫂子有爱情 我就是打个比喻 他就会 他就想喂完 喂完那个番茄以后 去气一下嘎嘎 然后那个番茄给我弄打了 小杨姐拜拜 拜拜小杨姐 我们11点一下 还有7分钟 小杨姐晚安 小杨姐拜拜 这些好事 点个关注吧 家人们点个关注吧 谢谢 就唯一不好的是 这个一他有媳妇 就是所有媳妇 也不当着人给点点个关注呀 就是我发现了 所有的男的夸我哥长得帅 然后也都是等级很高的哥哥 夸完以后 然后发现他有有对象 然后就都走了 好现实啊 好现实啊 这些哥哥们好现实 但是他然后但是他每一个都给我捡起来了 他把他用纸擦了用水冲啊 然后他就用水冲 然后用纸擦 他们对象不是你吗 卧室呢 我们嫂子 我们嫂子在卧室呢 我们俩是亲兄弟 就是 他给我洗完 然后擦完以后 然后喂我吃 然后一直吃到 我觉得不想吃了 然后 你的生汗就没擦 就都扔掉了 因为太脏了 我的天啊 好 我 黑